教育部承诺在4月16号把不具华文资格的科业辅导教师 几月20名不具华文资格的社会研究教师调离华小 他指出教育部官员在华小失资问题援助会议上透露 国小也缺乏科业辅导教师 因此这些华小不具华文资格科业辅导教师 可以填补国小的空缺 王朝群也说被无派到国小执教的华小教师 不尽快被调回华小 前交通部长陈广才被控在巴胜港口自由区计划中 欺骗前首相杜阿杜拉一案原定今天开审 但因辩方律师已致涵总警察长和高庭 要求撤销三项控状及要求称审法官退审 法院考虑到总警察署需要更充裕的时间来回应 陈广才所提出的申请 决定案件展颜至4月23号 人力资源部长苏巴马连今天指出 由于国人的收入不高和生活费增加 大马约70%的低收入者在退休后的三年间 就已经将公积金的存款花光 他指出 大马有33%的员工为低收入者 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少过700令吉 苏巴马连说 政府已经意识到有关方面的问题 并且采取措施处理 包括老年人贫穷问题 尽管中国已经解除大马燕窝进口禁令 国内大量囤积的燕窝 可是能出口到中国 仍然还是未知数 燕窝进出口商工会主席潘文俊 接受新洲日报访问时说 虽然马中双方已达成 雅销酸盐限量标准的共识 但验商仍迫切想知道 中国所拟定的进进出口程序 否则燕窝团积问题将持续 他也指出 中国消费者会对大马燕窝失去信心 和中国不缺乏货源等因素 都将是燕窝价格会生的潜在危机 交通部今天正式推介临时电子转名系统 解决四个月来买卖二手车双方 在处理转名手续时的不便 交通部长江作汉指出 通过上述电子系统 车主在将车子交给二手车商时 就能及时通过网络处理临时转名 留下期为6个月 二手车商也能即刻发给车主 依照于陆路交通局所授权的收据 证明有关车子已经获得定时转名 吉隆坡一名40岁怀孕女商人 下行动打时不跌国会议员郭肃清申诉 3月23号的清晨 到银行准备提款时 被辆警车指示停车 但身怀巨款的他 担心遇上甲警打抢 不加理会直接开车回家 结果在住家楼下被警员带回警局 女商人声称 在警局吃等3小时 却没有人向他露口供 当他准备离开时 却被警员拳打脚踢 导致手臂及大小腿受伤 更多新闻请留意 星宗日报或浏览星球爱.com